中庸第五章 中庸不可能也 孔子说 颜回是这样做人的 他选择了中庸之道 得到一条善逆 他就牢牢记在心上 而不失掉它 孔子说 天下国家是可以公正治你的 爵位俸怒是可以辞掉的 利润是可以踩上去的 只是中庸之道不容易实行 感谢观看